11月3号公布的十三五规划建议稿对农村改革提出了明确的要求 而更为详细的内容就体现在近日发布的深化农村改革综合性实施方案当中 其中提出从五个领域进行深化改革 而农村产权制度改革被放在了首位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表示 其中的关键在于要明确耕地的承包经营权 他透露从去年开始已经在三个省实施了试点 今年试点扩大到12个省和2200多个农业县市区 到6月份已经有2.6亿亩农民的承包耕地明确了承包经营权 通过确权登基颁证 把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长期的稳定下来 明确它的用于物权的性质保障它的农民的财产权益 在产权改革的基础上方案还提出 要通过创新农业经营体系带动规模效应 加大培育专业大户 农民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 或者以社会化服务组织为支撑 采取托管制度提高劳动生产率 陈希文强调 这在政策上就要求对这些主体要同等重视